我們村主也在討論你 他就說沒有 他上次來萬時喝酒的時候 然後才來個小時就走 分明就看我們不吃菜 就來就走 他真的很沒有禮貌 就是莫名其妙 他這樣講很難聽耶 只是被誤會啊 就是被人家忌妒 然後後來還有接是說 他就是因為就是以前很胖 然後沒有自信 然後像瘋子一樣每天中訓 我去中訓是我想把自己變好了 然後就這樣被說像瘋子一樣 覺得蠻奇怪的 HELLO 大家好 第一下場青年我是德瑞克 我們今天歡迎的是馬克 HELLO 我是馬克 HELLO 那我們會認識是因為上次去 拍年曆的時候認識的對不對 嗯 因為那時候我下班完之後 才過去拍年曆 所以比較晚到了 但是我們事後去吃飯 然後聊天過程中 就覺得德瑞克這個蠻好的 嗯嗯 但你中途也是有離開啊 所以我們聊天時間很少 哈哈哈哈 你太忙了啦 那我周到身邊的朋友就覺得 都好像蠻好相處 就覺得可以認識一下 沒有你來這讓我測你的流量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是不是可以順便 跟大家介紹一下年曆 年曆的話就是 幫我拍了一個攝影師 他幫我拍的第一張西裝照之後 讓我的IG是第一個破千讚的 啊 我之前從來都沒有 所以15月拍這個作品 大家一定要支持 嗯嗯 怎麼外面只剩兩本 是不是 現在已經快賣完了 賣完囉 好不好 要買要快 對 那其實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呢 是關於黑粉 你的IG是不是快要將近三萬 對 所以你黑粉應該很多吧 其實我的黑粉算蠻少的 如果相較其他人來說的話 所以你才會叫做李掌波 就可能我都 哈哈哈哈 因為人很好 就我還算蠻好相處吧 然後再來就是 我都蠻直接講說 我自己缺點 嗯嗯嗯 所以我直接很胖 100公斤 然後現在60幾公斤 所以你也不避諱這些東西 或是 呃 人家跟我說你 照片看起來很高 我說沒有我才162喔 我都直接跟大家說 是因為15月半你拍得很高 對 他很會高 所以你要那個 拍照的話可以找15月半 黑粉基本上 最基本的攻擊 就是從外貌開始 你有被攻擊過外貌嗎 有啊 就是因為之前就是有 說胃減肥這些事情 然後我就會被他講說 啊 馬克也是靠整形出來的 我整形 那你有整嗎 我沒有整啊 但是我這邊有合作打皮尿啦 這應該是沒關係吧 這個不算 這不算 對我覺得還好 但是 我也是瘦下來之後 我有自己去運動 去健身 嗯 也不是說瘦下來之後 就立刻會有肌肉 嗯 所以其實你還是有靠一些後天 就是去運動 去努力 雖然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健身 才會覺得自己好看 其實你喜歡自己的樣子 就會覺得比較重要 嗯 因為每個類型都有喜歡的人的對不對 對 那你有被攻擊嗎 我當然有被攻擊過啊 因為我在YouTube上面就是有留言 都會說 我長得很普通 但都是靠其他猛男 然後來拉高 真的嗎 所以我可以去拍寫真嗎 哈哈哈 可以啊 你可以拍 那我們改天是不是可以合作拍一下 對 明年的年齡 年齡叫那個 是我嗎 哈哈哈 那我再也要好好訓練一下 可以 人怕出名 豬怕肥 就是樹大會招風 所以就會常常招致一些 就是別人忌妒 你有被別人就是攻擊過 這樣子 嗯 我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就是我去高雄表演 在九月期 然後那時候其實疫情沒有這麼嚴重 那時候 每天確認只有十個人吧 就是三級之前 那時候還在二級的時候 然後剛好被接到一個高雄表演 那時候我想說問老闆說要不要繼續表演 有沒有取消 他們說沒有 因為像高雄疫情那時候沒有什麼 還沒嚴重 對 然後就連台北也可以喝到十二點 也是可以營業啊 嗯 所以我就還是去了這個表演 我們表演完隔天之後就爆一百八十個人 哦就是立刻就爆出來這樣 對 然後後來就有人在下禮拜的時候就講說 台北有個同志叫馬克喔 然後疫情期間然後跑去南部這些 表演 然後不戴口罩 哇 你們這些南部的同志要小心耶 欸 講這種話啊 不是那時間點明明就不對 而且我還去他留言區裡面公開留言說 我那個時間點是在二級的時候 喔你有跟他解釋 我有跟他解釋這一段 然後他把我公開訊息刪掉 然後後來私訊給我跟我講說 那你是不是有去表演嗎 那你是沒戴口罩嗎 所以大家在攻審啊 其實還要一直跟你爭執這件事情就對了是不是 所以黑粉其實其實他不太會認錯對不對 他就覺得他講的他就是想要攻擊你 但我後來看他好像每個小時都會攻擊其他網路人 哈哈哈哈他不是怎麼攻擊你而已 就算了 也不是只有針對我 所以他是職業黑粉 有可能 那你當下有覺得很難過嗎 被攻擊 那你當下有覺得很難過嗎 就明明就不是這個事情 如果我有做你講我就覺得算了 可是我明明就沒有 因為你被誤會了這個時間 對被誤會我覺得很奇妙 然後就跟我朋友講 朋友說他很紅啊 他就想要被攻擊別人 他當黑粉他會變紅是不是 然後我去看他 原來他攻擊別人 好那算沒事 那你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其他被攻擊過的事件嗎 因為我去年12月是從拉克倫那邊表演練習生出來 其實我還蠻認真每天都要練自己的身材 我留很多下班7點去蝸菌 練到9點然後還沒吃飯 那一起練的朋友跟我說 今天剛好有一個朋友在萬斯一個生日爬 就找你去 跟我們一起去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可是我還沒吃飯混合欸 他說沒有就是去喝個酒一下一個小時也好嘛 結果我就要跟大家就是進一輪 就萬斯樓下他是大概20個人 然後大概擺了四五桌 然後每個都有打招呼跟大家喝一下 然後說我是馬克跟大家介紹 你一個一個這樣敬酒嗎 就是有碰到有聊到說 欸阿拉我是馬克 就會打招呼叫 我紅到這樣子 我不是 要尋桌是不是 不敢講自己玩紅 然後那時候也沒有 真的沒有紅 因為那時候他也塞兩千多個人 因為剛開始所以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 還聊到所有的故事 我那場裡面只有認識三個人 一個是瘦琦 一個是帶我去練的朋友 那另外一個第三個朋友就是 他有看過一些胖子 他說 欸你怎麼變那麼瘦 他就問我 然後其他人都有聽到 就有聽到 就蠻多人來問的這樣 喔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12月我要做宣傳的時候 我就把我的Line啊 IG還有就是臉書朋友 就敲一輪說 欸你們一定要來看我表演 喔 就自己叫大家來 希望大家來看這樣 因為我去比賽我不想要輸 我就把千萬還要輸 不認輸的精神 就叫過一輪來 然後後來就是 突然就敲到一個A朋友說 欸你要來看 他跟我說 我們村住也在討論你 然後有一個人有那種截圖 我也說你認識馬克嗎 他就回說認識他 他覺得 馬克人蠻好的 他就說沒有 他上次來萬時喝酒的時候 然後才來個小時就走 然後分明就看我們不吃菜 就來就走 他真的很沒有禮貌 就是莫名其妙 你這樣講很難聽耶 我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因為我真的就是很餓 沒吃飯 我也跟他說我要去吃飯 你就是被誤會啊 就是被人家忌妒 然後他就說 而且他都沒跟我們聊天 但你不是每個人都有見過嗎 我也每個人都見過 而且他說他不跟我們講話 因為我看我們不是他也不跟我們講話 然後後來還有接是說 他就是因為就是以前很胖 然後沒有自信 然後像瘋子一樣每天中訓 蛤 我去中訓是我想把自己變好的 這樣被說像瘋子一樣 覺得蠻奇怪的 黑粉是不是其實蠻愛揣測別人的心意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他說我都沒跟他們講話 那請問你怎麼知道我所謂的事情 對耶 自想矛盾 對啊 奇怪你們就是在罵人之間 可以邏輯好一點嗎 哈哈哈哈 其實黑粉他其實不需要邏輯 他就是單純想攻擊你而已 沒有任何理由 對 你們可以講真的事情好嗎 如果真的做不好 你該留言跟我講說 我哪裡做不好 我覺得沒關係 就是無中生有啊 沒有的事情都不要講 我跟你說再過不久 你可能就要被講玩得很兇啊 玩變所有人啊 沒有 常去多批啊 之類的 我真的沒有在亂約的 那你有去過多批的場合嗎 沒有 哈哈哈哈 可能應該不算 雖然想去 那其實去參加也沒有什麼啊 我好奇我想去為什麼不能去 我有本事我可以去 你有本事可以去嗎 欸這樣嗆觀眾好不好 哈哈哈哈 那除了黑粉以外 你是不是其實也有一些比較 積極的喜歡你的份子 我有碰到一個蠻奇妙 就是我們那時候 在西門摩訓店玩 跟朋友去吃牛排 然後就隔壁桌的人就在那邊 他們吃完飯就這樣走 就是馬克嗎 是馬克嗎 然後我就怎麼去說 欸我是馬克 你是一直撞過去嗎 對啊 我想說他在我旁邊討論是什麼 你才被我聽到 那你也蠻大方的耶 我就覺得大家就圈內人 大家就互相幫忙 嗯 然後我就過來走出去 到巷子就碰他們 嗯 然後他就跟我說 欸難怪我們可以拍個照嗎 我說可以啊 那你剛剛在店裡面為什麼拍 然後就 因為他很害羞 對他說我們剛剛很害羞 但是我就是 還是很想跟你拍照 所以在這邊等你 所以其實也都是很歡迎 隨時有粉絲 看到你就是可以 給你打個招呼是這樣 對 喔有另外一個好的粉絲 也是很奇妙 就是4月的那時候 剛好孫瑤他出寫生集 嗯 那我跟孫瑤也是蠻好 就是我們恢復鄉幫嘛 那我就幫他訊號說 今天那個孫瑤在紅樓 然後有那個簽書會 大家來看喔 嗯 我到現場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突然拿我的照片出來 然後說 你是不是去拆台的吧 沒有 我就覺得很奇怪 欸今天是孫瑤的簽書會 然後 有人會拿照片給我 然後叫我簽 而且我想怎麼 已經列印好照片 然後等我出簽來簽 那你有先列好簽名嗎 嗯 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我總是會比較驚慌失措 對 我覺得很微妙 然後回家就立刻練簽名 哈哈哈 剩下要你簽名 也沒有 那你遇到會不會問你 就是size的問題 也有欸 因為我有時候會拍一些 內褲的廠商照片 嗯嗯 然後他說 欸那個看起來很大包欸 那你就是 長度出租多少 我親眼在片 就是拍攝花絮裡面 就是親眼看過 真的是蠻大包 我見證 我還好 真的有更多比我厲害的 你有聽過別人 被黑粉攻擊過最嚴重的事情嗎 像時候有些 有時候打卡跟 可能一些網紅出去之類的 嗯 然後他們就會 就會有私人說 欸你跟網紅出去喔 網紅怎麼了嗎 對我覺得 欸莫名其妙他們就是 不偷不搶 然後也是工作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對日本的那個巨片明星啊 就很喜歡 就很喜歡 去製作物 然後在台灣 一樣工作事情的人 然後我們就說 欸網紅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你很常聽他們被攻擊的事情 對然後就是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被講說 他有什麼重H之類的 嗯 可是他就是沒有 然後就想說 欸你們在講別人的事情 可以先查證一下嗎 就不要亂 其實黑粉就是最喜歡 無中生有去攻擊你 就是沒有的事情 你都要把他講的有 然後好像希望他是真的 因為他最想要攻擊你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攻擊的心態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你講了別人的壞話 不會對你的身價提高問題 不會啊 對啊那為什麼要一直攻擊別人 會不會黑粉其實是想要 要藉由這方式 博取你的目光 因為可能大家都說 他攻擊你 只要你說壞的時候 對 不會欸我之前有遇到一個朋友 他說他很喜歡我 我那時候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你說拍一些內褲照片嘛 然後就會脫衣服 然後他就會寫說 怎麼又脫衣服啊 怎麼又脫衣服啊 另外一個人 他的天文是 一個有穿衣服跟沒穿衣服 他就問他說那哪一個好看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回他說 當然是沒脫衣服好看啊 然後直接把這個截圖給我朋友看說 請問為什麼別人脫衣服 就說好看 我脫衣服的時候怎麼又再脫衣服 這個莫名其妙啊 對然後我就問他說 其實我是真的蠻喜歡你 然後如果大家都說好看 就只有我講不好看或怎麼樣的話 你就可能會比較看到我 喔對阿你看 但是我說沒有用 因為我對你一層的女性不好 所以你之後再做什麼事情 都不行 如果你真的喜歡別人 就跟他說你喜歡他好嗎 不要在那邊故意黑他 嗯嗯嗯 會得到反效果 不管哪一種 其實他們都是一種流量對不對 像我自己現在會覺得 黑粉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流量 因為他其實有時候比粉絲還要更快就來留言 我們之前有錄過一個多號女生的時候 他有講一個黑粉來留言 然後下面會有二十個人幫你回 對 對 對 然後說反而大家這些黑粉就幫你創造那些流量 對啊其實 我們不管他是黑粉還是很喜歡你的粉絲 其實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善待一下他們 就是其實要用愛去化解他們 你覺得呢 我是這樣覺得啦 我現在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如果看到那些黑粉的留言的話 我都會用一些很揮諧或是幽默的方式去回他 嗯 其實很多人會喜歡看一些留言的回應 所以如果你很幽默的話 反而不一定會創造更高的流量 但還有因為我們心智強 所以遇到這些黑粉的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坦然的面對 或者是不當一回事 但其實在新聞上面常常看到會有些人 因為黑粉的謾罵 然後反而選擇了一些自殺 或者是可能憂鬱症 那你覺得面對這些黑粉 你可以給大家一些什麼意見或建議給他們 我覺得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真的做不好的話 你就直接留言跟我們講 或是訊息跟我們講說我哪裡做不好 我們在生活中啊 或是求學階段 有一些霸言之類的 你一直罵別人 然後他如果真的去自殺 你覺得你自己身體會比較好過嗎 其實也不會 其實不會 對啊 如果他真的去自殺 你是不是一輩子就贏你了 因為你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嚴重的後果 你可能覺得只是一時好玩 對 然後就想要罵他攻擊他 有些人自信性比較高 可能被罵完之後 就真的會有很負面的方式去判斷 所以我覺得不管你身邊的人是 好看的不好看的 他們其實如果有位置在努力的話 可以給他們多些支持 那希望大家都能夠 以鼓勵帶自己慢慢 創造一個更好的環境 對不對 對 然後就是對你身邊的人 要多關心多照顧一下 就是多關心一下身邊的朋友 多聯絡一下聊天也可以 對啊 關心他們找他們去喝酒啊 如果看到表演要來的話 好啦 那我們今天謝謝馬克喔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你的年齡 然後還有你的Pockets 對不對 你這次快賣完喔 好不好 趕快去買 沒有買到的人 搞不好你就是五夜夢回 他們想 太後悔了 對啊 趕快去講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練的話 記得幫我們兩個IG追蹤 然後幫我們頻道按讚訂閱跟分享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kayak睡覺 嗎 一個人 可以 做吧 軟…